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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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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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幫我 我等一下跟你OK 你幫我轉一下好不好 我等一下比OK 你幫我轉下去 你用搭手機嗎 我待會兒我待會兒 你們不要關耶 我等一下比OK 好 好 好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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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哭 好可怕 這什麼鬼通告 這什麼鬼通告 這鬼還在 對 他剛剛一直在 你哭了是不是 對 他的褲子選手下來了 剛剛 這裡有人耶 這裡對 有人嗎 對 那就是我啊 隨便不然你以為我是誰 我以為是誰 好啦 好不好 魚人前小旗炫備診 成功 今天我們特地從遠方前來 大法師給琳達驚奇 太厲害了 學妹 等了三十分鐘後 終於堵到來工作的琳達 此時大法師已經在一樓準備好讓琳達受驚惱 當然 不行 之後 你擺動了 會不決嗎 可也不會 他嗎 琳達分了女鬼滿臉水慌張地離開電梯但她不知道女鬼已經在外面灰燥 зал 在念公園等他了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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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最後被受驚的 是可憐的女鬼大大 來 葡萊老街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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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而且她學妹自己又不能笑 學妹耶 對 而且她 我跟你講 車子留在原地 對啊 要練 要練 這個會紅喔 相信這個要練 好硬 而且她超敬業的 因為她 她在騎那個車的時候 她是 她是 她就是 她有發出那個聲音 所以我被嚇到之後 她又 啪 跌倒 可是她都靠你那麼近了 你還在滑手機沒發現 我一開始沒有發現 是因為她倒很近的時候 我才看到 低頭足 這樣不行 對 低頭足 怕怒啦 等一下 我第一次看到有鬼跌倒的 蠻辛苦的 不過妳第一次已經看到 電梯裡面看到一個 對 那妳後來看到這個 應該就好一點了吧 覺得是同一個 有一點覺得就是 好笑 對 是有一點好笑 因為她 我其實 因為裙擺搖搖 躲進去 但是因為她的臉 真的很可怕 是髒的真的很可怕 畫得很好 畫得跟熊貓一樣 對 大家跌倒那一瞬間 我是笑到不行 來 我今天約了趙哥出來 我騙他說我們要拍青蛙人 餓 但其實是 我想要嚇他 因為聽說他很怕鬼 總算讓我等到這個機會 而且做單位 可以給我這個機會嚇死他 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直接 測試他的膽量吧 你們兩個是情侶 然後他不見 因為白天才會玩他 你們兩個是情侶 所以會在這邊玩一下溜滑梯 我們已經是婦女戀了 讓我們看一段 趙哥演技爆棚的青蛙人2 再像他吧 寶貝今天來溜滑梯 好開心喔 陪我溜滑梯好不好 寶貝 溜滑梯 GO 這什麼演技 這是什麼演技 對啊 這有到爆棚嗎 好 這邊我就夠了 外面就夠了 真的嗎 工作人員假借上廁所 讓趙哥等待 事實上我們在準備 早早設計好的機關 營造靈異現象來嚇趙哥 真的沒有發我 他們原先是錄的時候是說 有完備的藝人看到我 因為他說 你不要嚇到我 你剛剛看到什麼 空有那麼大嗎 不用怕啦 對 我是基督徒 我們不用怕這個 我一定是基督徒 所以我自己 開始 他一直跑到他基督徒 基督徒本來就不怕這個 真的嗎 這樣不叫怕什麼叫怕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好 趙哥來 5 4 3 2 累了 累了 他去哪裡 趙哥等一下不好意思 我好像不能錄耶 你等我一下 我看一下機器 大哥不好意思 我們等一下再一個 這次我換了 我們換一個記憶卡 你等我一下 其實七蛙夥伴 都在警告趙哥危險 即將到來 倒數3 2 1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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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嚇到你 嚇到你 嚇到你 這樣 這樣有 這樣得很好笑嗎 他很期待你 在那邊就嚇到 因為我自己早上 所以上面有人在弄這個 是不是 這個嚇我一跳 我這邊嚇死 他會被嚇死 所以就來唱的 我還好吧 剛剛有怎樣嗎 你剛剛叫他大聲耶 是啦 那是效果啦 其實還好 我跟人家看這個 你看我還可以跟他拉一拉 真的 沒事啊 你有發現嗎 其實是剛剛 那個溜滑梯那邊 對 我先沒想 他突然這樣 我是反應你 這邊是誰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看 奇怪 那個小木馬那個有沒有 他還這樣 我還想說風流很大嗎 然後還問他 他說 他還會看得到什麼 就把我嚇一跳 對啊 我想說 我想說我基督徒 根本就不怕這些對不對 我有什麼好怕的 現在不會再有什麼出來了吧 沒有沒有沒有 應該沒了吧 老梗應該就弄這兩招了吧 就弄這兩招 兩招就弄 謝謝趙哥 被嚇到還敢嘴硬 我們老早偷拿趙哥車鑰匙 趁他回去前再下一波 趙哥 你以為 這樣就結束了嗎 想了沒 我躲在那裡 你這樣會不會危險啊 是不是 沒有 是來了 是你啊 és來了 你不是神經病嗎 不是啊 不是是狗藥嗎 不行 現在是讓我做什麼 我現在受不了 我要回去吃藥 不要趕快回去 來 趕快回去 趕快回去 嗨 嗨 今天現在我們會行動 差一點打 沒有 那個車上那個真的是 會嚇死了 因為他已經放下戒心了 然後密閉空間 因為要回家了嘛 開車要回家 他沒想到說 觀眾一直聽到裡面有嗶... 那個就是因為他有發出 對啦 機器有了 好 成功 第點就是凱莉熟悉的電視台 千萬別掉以輕心啦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凱莉 今天呢 我的任務是帶大家 參訪電視台 那我們繼續帶你們參觀囉 然後這是我們的大廳 你看 非常氣派吧 登登 然後接下來這就是我們的 那個大廳的會台 大廳的會台 然後這邊有賽器職位 然後幫我們去處理一些 業務上的問題 然後除了有警衛之外呢 然後我們還會 就是有幫 就是我們整個電視台的包裹 都會從這邊進去 太煩了吧 好 帶你們介紹下一集 一門這樣 緊接著呢 緊接著呢 就要帶你們去 我們的辦公室 就是我們平常辦公的地方 就是我們五樓辦公室的門口 那一進來 我們就看到 看到一個滿廣大的地方 那就是 這間地方呢 是我的經紀公司 那平常呢 在等通告的時候 我就坐在這邊 然後就化妝啊 補妝 或是惹一下 等一下通告呢 要講故事啊 或是什麼的 然後就 到底是驚慨還滿可愛的 天啊 天啊 前面一直直走 然後就會有這些 有幾個啦 那我們就是有些藝人呢 我們拍攝的時候 可能會日夜冰澇 或是 今天錄到很晚明天很早 又要進去錄 所以呢 我們很多藝人朋友 就會在這邊洗澡 所以我今天呢 先帶大家參觀一下 我們藝人非常私密的地方 就是我們洗澡的地方 可以走前面嗎 好 那我們看一下 誰在洗澡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再過來一點嗎 為什麼水不開了 我幫他把水關掉 這樣子 這樣嗎 好 今天 接下來最後一個地點 就是帶你們參觀這裡 好 今天 接下來最後一個地點 就是帶你們參觀這裡 OK 不過這裡 要變成 你一個人 那這個 就交給你 我不要 為什麼要一個人 因為就是 這最後一段路程 你的最後的考驗 所以我們要希望 你一個人來完成 我們這走完這個 我們就成功了 OK 龍頭 好 就交給你了 我現在 就是要帶你們參觀就是 面對最終挑戰 就是要帶你們參觀就是 就是 我講不出來 我講不出來 就是 就是 這邊 然後 就是 就是這邊 就是 你看還有這個 做的小櫥窗 然後我快要塗到底了 然後我現在是寫 因為有箭頭 那我這邊就當作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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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凱莉哭得這麼慘 我只能說 不好意思啦 任務內容要前進校園 找出綜藝大任門五個字 哈囉大家好 我是蕙文 我今天要來尋寶 製作單位呢今天給我一個任務 就是要找出五個字 綜藝大任門 所以等等呢 他們會給我一點小驚喜 但沒關係 很怕 我心張夠強壯 好 走 出發 嗨 妳好 大哥 是 這個 范圍不大 你去找一下 我自己嚇一跳 冰箱 冰箱有可 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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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有頭 怎麼會有頭 好噁心 怎麼會有頭 你們真的很卑鄙耶 好 接下來呢 我們是要到 20 203嘛 203教室 怎麼不是207呢 好 哇 我嚇一跳 好像什麼聲音 欸 中找到了嗎 一人 還有一人 找到不能過去 我看到 我拿到桃子了 好像拿不開 好像拿不開 我想到一個方法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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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幾樓 喔 五樓 五樓哪裏 廁所 五樓廁所 廁所 有沒有 幹嘛在這邊 這裡怎麼可能啊 我們想進去 我聽到聲音了 我們想要去 我又去 我聽到聲音了 什麼 什麼 什麼啦 超可怕的 上面那個人頭 啊 啊 啊 不要跑啊 你現在要死我了 啊 廁所最可怕 因為看到花子 好像在這裏出來 媽媽怎麼會放到 我們自己抓掉 啊 我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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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動喔 你不要動 可怕 快 我拿不到 我拿不到 激感我覺得 我都要很小心 我覺得這些翅膀後面都很有可能會長冷不舒服 啊 我看到了 怎麼了 我拿到 我拿到熱 這點程度就下成這樣 個很晃 最終挑戰 在這裡嗎 天啊 這張超廢棄的 我 跟妳的觀察 就不會 先看看 蕭惠文啊 妳是聲望的任務 竟然玩了起來 我已經拿到了 我看到了 好煩 怎麼都一直用頭髮 超廢棄的 來 妳的 妳的膠在妳自己的 沒有 好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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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吃 很煩 好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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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蜜絕對是第一名了 以老賣老 討厭人家講這些 挑戰開始 挑戰開始 你們要幹嘛 對啊 不是要訪問嗎 對 來 訪起來 鬼屋主人 還要幹嘛 還要幹嘛 東方人怕鬼 西方人也怕鬼 老年人更怕鬼 冷靜 你快點 快點 小芳是一個 大衣的新鮮人 他進入了醫學系 那學長 學妹呢 感情非常非常好 所以非常的照顧他們 於是乎就請他們去吃飯喝酒 在吃飯喝酒的同時 有一個學長就說 不然這樣好了 我們決定為各位辦一個 這個時候有一個學姐 她就說 我知道 在我們學校旁邊 剛好有一間廢棄的醫院 我們可以去裡面試膽探險 到了現場之後呢 大家開始遇到一些 奇怪又恐怖的事情 有人無故的扭到腳 有人常常被拍肩膀 甚至還有人聽到 有女生在耳邊 嘀喃的聲音 哇 就在這個時候 一件恐怖的事情發生了 從天花板上面的通風管 突然傳出 砰砰砰砰砰砰的聲音 就在這個時候 一個學長鼓起勇氣 拿著手電筒 慢慢地走向通風口 往上一照的時候 突然一個聲音 啪 是的 沒有錯 釣出了很多老鼠 唉唷 我大大 一直釣下來 一直 冷靜 冷靜 這個時候 釣出了很多的小老鼠來 這個時候大家 嚇到之後 也稍微鬆了一口氣 至少裡面不是鬼 就在這個時候 有個學長姐提議 不然這樣好了 我們來試著猜拳 最輸的人要到地下室的 太平間去試膽 而且是一個人進去 十分鐘 不知道是冥冥中注定 還是巧合 小芳猜輸了 所以他必須一個人進去 太平間裡面 試膽十分鐘 這個時候他為了壯膽 於是乎 他就想說 這邊剛好有一面鏡子 我就對著鏡子唱歌好了 他就看著鏡中的自己 開始哼歌 唱歌 唱了十分鐘之後 要下碎了 快了 你先不要那麼生氣 冷靜聽我把故事講完 這個時候學長姐就問他說 唉唷 你怎麼會好髮無傷走出來 而且為什麼你要唱歌呢 他說沒事 我剛剛只是對著鏡子裡面唱歌 這個時候學長姐就震驚了 曾經有來探險的學長姐們就說 這是一個廢棄的醫院 裡面沒有鏡子 這個時候小芳就說不可能 不可能我剛剛就是有看到鏡子 於是大夥人就進去了太平間之後 往裡面一找發現 真的沒有鏡子 那但是他剛剛看到鏡子裡面的 他到底是誰呢 想到這個時候 大家嚇得拔腿就跑 於是大家也再也頭也不回了 不敢再踏進那間醫院一步 馬上跑回家 這個時候小芳躲在棉被裡面 瑟瑟發抖 他一直不斷的在回想 剛剛到底是什麼狀況 剛剛看到了這個 到底是鏡中人嗎 還是什麼 這個時候 這個人是誰 小芳這樣想的時候 就突然 耳朵旁邊出來的一個聲音 對他說 對啊 你想的沒錯 不是不是 你是那個冥冥吧 你是冥冥 好像 恐怖啊 去死了 不要那麼生氣 冥冥嘛 冥冥 這個時候啊 那個鬼除了在他耳朵旁邊講話 甚至還抱了上去 唉唷 抱一下 抱上去之後 不斷的輕了一下 又輕了一下 那不好吧 不斷的輕了一下 輕了一下 這時候小芳再也不敢鐵齒 從此他就害怕 去鬼地方探險 恐怖二哥 恐怖二哥 進去 好… 明明 滾… 無尊滾… 滾… 有一點溫馨 溫馨 溫馨 好 好 溫馨來吃 好… 趙哥 拜拜 好 回來錄影的時候 我們還是可以 譬如說趙哥 走到錄影 攝影網路上 然後被我們 突起臨時訪問 我會想要抓趙哥 你上網廁所出來 好笑的 那你就知道 其實我剛剛洗個手 然後出來 好… 五 四 三 二 五 三 二… 明明你不要嚇死我啊 為什麼說 這嚇死人了 不是 你們為什麼要這樣搞啊 是什麼意思 長得漂亮 我的老不要再弄你了 我的媽呀 這個證明是漂亮的 他是為了這個節目 我把他自己弄下來 而且剛剛躲在那邊幫我嚇一動 那你剛剛為什麼不抓 現在才在抓你手腿啊 不過剛剛真的被嚇到 那幾個突然有一個 不是不是 真不枉費你們 換了這一聲 辛苦你了 很棒很棒 很棒的工作人員 下次不要再這麼傻